今天我们要谈的话题是 依据圣经看待全球化 不要以为全球化只是 达沃斯经济论坛的那些社会精英和各国元首 需要关心的事情 全球化是每一个人都应该关心的事情 因为全球化影响到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 我们这些平时不太关心全球化的普通老百姓 一方面享受着全球化带来的便利和好处 同时也承受着全球化造成的冲击和伤害 作为基督徒 我们更应该关心的问题是 全球化与上帝的国度有什么关系 我们在全球化的浪潮中 如何坚忍地走向通往天国的窄路上 清醒地为上帝而活 这就需要我们从上帝启示的圣经真理来看待全球化 并且认识我们当下的处境 今天我们会分成五个部分跟大家来谈这个话题 首先我们先谈起初的创造 上帝的全球化设计 第二部分我们谈人类的堕落 人类的反全球工程 第三 基督的救赎 基督的全球性计划 第四 末日的更新 全球性的终极更新 最后我们谈当下的处境 双城纪的属灵征战 今天当人们在谈全球化这个概念的时候 其实是在创世纪第十一章 记载的巴别塔事件之后的历史背景下 谈的全球化 但是如果我们要明白全球化的属灵本质 我们需要先回到巴别塔事件之前 从创世纪第一章和第二章 记载的上帝的创造 来认识上帝起初的心意 在上帝起初的创造中 上帝有一个全球化的设计 首先这个地球就是上帝创造的 上帝不仅创造了大自然 还有其中的动物植物 上帝还按照他的形象样式 创造了人 并且让人管理地球上其他的受造之物 我们来看创世纪第一章27到28节 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 乃是照他的形象造男造女 神就赐福给他们 又对他们说 要生养众多 变满地面治理这地 也要管理海中的与空中的鸟 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 请注意 依据上帝起初的设计 人类应该生养众多 变满地面治理这地 很显然上帝的旨意 不是让亚当夏娃 两个人在伊甸园里 开一个夫妻店 而是让他们生养众多 并且分散 遍布在地球的各个地方 共同治理这个地球 这是一个全球化的使命 如果人类没有堕落 人类分散在世界各地 治理这地的工作 本来可以彰显上帝的荣耀 因为人是按照上帝的形象被造的 所以上帝起初的创造 是规划了一个 以神的荣耀为目标的 全球化蓝图 或者说是一个 以神为本的全球化蓝图 那这一个全球化蓝图 有两个很重要的因素 不可以忽略 第一就是 人类要分散在全球 第二 人类应该彰显上帝的荣耀 在这里要补充说明一点 上帝是无所不知的 上帝知道人类会犯罪 上帝知道亚当和他的后代 不能够成功地完成 创世之初设计的 这个全球化的蓝图 所以上帝在万古之先 就预备了 借着他的爱子耶稣基督 来实现救赎的工作 借着基督的救赎之功 实现一个完美的国度 这是父神起初就有的救赎计划 所以耶稣基督的救赎计划 不是父神发现了 他给亚当设计的A计划 失败了以后 为了弥补遗憾 而临时设计出一个B计划 不是的 事实上 在上帝起初的计划中 基督借着救赎之功 实现完美的国度 这就是父神终极的旨意 关于基督的救赎计划 我们稍后再谈 接下来我们先来谈 人类的堕落 创世纪第三章 记载了始祖的堕落 以及始祖犯罪导致的后果 罗马书五章十二节说 这就如罪 是从一人入了世界 死又是从罪来的 于是死就临到众人 因为众人都犯了罪 罗马书三章二十三节也说 因为世人都犯了罪 亏缺了神的荣耀 上帝起初创造人的时候 颁布的命令 是要叫人类生养众多 遍满地面 治理这地 用全球性的治理工作 来彰显上帝的荣耀 但是当人类堕落之后 人类不能够再彰显上帝的荣耀 反而是亏缺了上帝的荣耀 这不仅是每一个人 个体生命的特征 也是人类社会的 集体性的特征 这种集体的堕落 凸显在 创世纪十一章记载的 巴别塔事件当中 我们来看创世纪 第十一章一到四节 那时天下人的口音 言语都是一样 他们往东边迁移的时候 在士拿地 遇见一片平原 就住在那里 他们彼此商议说 来吧 我们要做砖 把砖烧透了 他们就拿砖当石头 又拿石漆当灰泥 他们说来吧 我们要建造一座城 和一座塔 塔顶通天 为要传扬我们的名 免得我们分散在地上 随着亚当的后代 一代一代的繁衍 人类需要经历 迁移的过程 才能够遍布全球 这可以说是一个全球化的过程 这个全球化的过程 是前巴别塔时代的全球化的过程 跟我们今天通常说的全球化 性质是完全不一样的 在巴别塔事件之前的全球化 是人类变满地面的分散的过程 这种全球化 主要体现在人口的流动 人类在地理位置的分布上 从点到面 遍布全球 这种人口流动的趋势 符合上帝 创世之初的设计 我们可以说 这是前巴别塔时代的全球化 但是前巴别塔时代的全球化进程 突然停止了 在创世纪第十一章第二节说 他们往东边迁移的时候 在士拿地遇见一片平原 就住在那里 人类聚集在士拿平原 住在这里 不想再分散了 不仅聚集在这里 他们还想要在这里建一座城和一座塔 而这一座塔的工程蓝图 是塔顶通天 他们的目的是什么呢 是为了传扬我们人的名 免得我们分散在全地上 所以这一项工程 我们简称是巴别塔工程 其实它不只是建一座塔 它还要建一座城 为了口头表达的便利 我们就简称是巴别塔工程 其实它也包含了一个城市的规划 我们就简称是巴别塔工程 那这一项工程的目的不是彰显上帝的荣耀 而是彰显人的荣耀 这是巴别塔工程的第一个特点 我们从人们使用的建筑材料就可以看出这种动机 第三节说 来吧 我们做砖 把砖烧透了 他们就拿砖当石头 又拿石漆当灰泥 人们用砖取代石头 用石漆取代灰泥 石头和灰泥是上帝直接创造的物质材料 而砖和石漆是人用技术加工出来的材料 人类故意不使用上帝直接创造的原材料 而是用人类借着技术生产的材料取而代之 这是为了彰显人类的智慧 彰显人的荣耀 这种做法是因为当时的人做这一项工程的动机 就是要用人的荣耀取代上帝的荣耀 当然我不是说今天人们不可以使用砖头 或者其他人工技术制造的工程材料来进行建筑 也不是说人类使用科技产品 就一定是用人的荣耀取代上帝的荣耀 不是这个意思 基督徒可以使用科学技术制造的材料 来完成某些工程 也可以来彰显上帝的荣耀 因为我们也知道 我们进行材料加工 所使用的初始的原材料 也是上帝的创造 我们进行材料加工的技术 也依赖于上帝赐给人的理性和智慧 所以当我们凭着对上帝的信心 并用荣耀上帝的目的 去制造新型材料 并且使用这些新型材料 这也可以去彰显上帝的荣耀 也可以去讨神的喜悦 但是当人们做事情的动机 不是基于对上帝的信心 也不是以上帝的荣耀为目标 人们就难免用人的荣耀取代上帝的荣耀 建造巴别塔的人们就是这样 那今天人类也是如此 当人们把上帝从他们的心中抹去 他们在回顾人类文明史的时候 总是会情不自禁地称赞人类的智慧 他们会觉得人类从盲荒时代 发展到现今这个高科技的时代 是体现了人类的智慧 甚至会发出人定圣天的豪言壮语 那这就是巴别塔精神的体现 巴别塔精神的核心诉求 是用人的荣耀取代上帝的荣耀 巴别塔工程的另外一个目的 是要建立一个以人为本的国度 抵制上帝起初制定的全球化蓝图 因为创世纪十一章第四节 人们说免得我们分散在全地上 上帝起初的旨意是让人类变满地面 让人分散在全球 而巴别塔工程当中 人们则是以聚集和联合为目的 拒绝按照上帝的心意分散在全地 巴别塔工程的愿景 是建立一个以人为中心的国度 来彰显人的荣耀 这与上帝起初设计的 那个以神为本的国度 截然相反 因为那个以神为本的国度 彰显的是神的荣耀 所以巴别塔工程 是人类对上帝的集体性的反叛 而上帝拦阻了巴别塔工程 创世纪十一章五到九节 说耶和华降临 要看看世人所建造的成和塔 耶和华说 看那他们成为一样的人民 都是一样的言语 如今既做起这事来 以后他们还要做的事 就没有不成就的了 我们下去 在那里变乱他们的口音 使他们的言语彼此不通 于是耶和华使他们 从那里分散在全地上 他们就听宫不造那城了 因为耶和华在那里 变乱天下人的言语 使众人分散在全地上 所以那城名叫巴别 原来人们使用同一种语言 为了抵挡上帝的旨意 他们要建一座城和一座塔 而上帝进行了一个强拆工程 拆毁了他们的巴别塔工程 让他们的这一座城 这座塔无法继续建造 上帝使用的方法就是 变乱人类的语言 那这是一个神迹奇事 人类的语言突然不一样了 人类无法进行沟通交流了 所以工程就无法继续进行 那么很自然的 使用同一种语言的人 就会聚集在一起 与不同语言的人 就会分散开来 上帝就用变乱语言的方法 强迫人类分散在世界各地 于是人口流动继续进行 也就是说 上帝用强制手段实现了 他让人类变满地面的旨意 巴别塔事件导致上帝 介入人类历史 通过变乱语言的方式 进行了一次全球性的布局 这个布局的特点 就表现为人类社会的分散秩序 这是上帝为后巴别塔时代 设计的人类社会的格局 那就是分散秩序 使用不同语言的人 会形成不同的文化 他们会聚集在一起 跟不同语言 不同文化背景的人 会分散在不同的地方 那这一种分散秩序 在创世纪第十章 就有所描述 然后在新约圣经 使徒行传十七章二十六节 也陈述了后巴别塔时代的 分散秩序 是上帝借着他的主权 护理的结果 使徒行传第十七章二十六节说 他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 住在全地上 并且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 和所住的疆界 今天我们就处在后巴别塔时代 人类经历了几千年 仍然无法完全摆脱 这种分散秩序 但是上帝使用的这个强拆工程 虽然使人类分散在全地 但是并没有改变人的罪性 人类还是会有反叛上帝的本性 人还是会渴望用自己的荣耀 取代上帝的荣耀 所以巴别塔工程虽然被强拆了 但是人类的巴别塔精神并没有消失 如果调教许可 人类还会尝试在地上建造 彰显人类荣耀的城市 而上帝让人类的语言变得混乱而多样 就为人类设置了一种障碍 因为语言的差异 人类难以沟通 那么聚集在一起 集体性的反叛上帝 就变得没那么容易 各个族群的人在本民族内部 他们可以聚集在一起 却很难和不同语言 不同文化背景的人 集结在一起 来建立一个人类大一统的王国 所以上帝对巴别塔的强拆工程 为人类集体性的反叛上帝 制造了障碍 但是人类仍然在反叛上帝 只不过集体性的反叛 需要克服语言的障碍 并且跨越文化的鸿沟 在技术上相对比较困难一些 可是在巴别塔之后的时代 今天我们会看到人们 逐渐的在消除预言的障碍 和文化的鸿沟 通过商业 贸易 科技 网络 文化的互动 人类再一次的连接起来 再一次的构建起 彰显人类荣耀的全球化国度 这是后巴别塔时代的全球化 所以接下来我们谈到全球化 主要指的就是 后巴别塔时代的全球化 根据几位学者的定义 这种全球化可以被定义为 世界观产品概念 及其他文化元素的交换 所带来的国际性整合的过程 这种全球化的趋势 由来已久 关于全球化的历史 不同的学者可能会提出 不同的观点 比如说托马斯 弗里德曼 就将全球化的历史 分为三个时期 从1492年 哥伦布发现新大陆 到1800年 这段时期是全球化1.0 主要是国家的全球化 从1800年 在工业革命的推动之下 一直到2000年 是全球化2.0 这段全球化2.0 实现的是企业的全球化 然后从2000年 一直到现在 是全球化3.0 全球化3.0 是互联网技术 实现的个人的全球化 但是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 就提出了另外一套说法 首先在谈到全球化历史的时候 很多学者会追溯到 公元前一世纪 到公元后五世纪的 丝绸之路 当时的奢侈品贸易 把现今的中国所在的版图 和罗马连接在一起 虽然丝绸之路 还不能算是真正的全球化 但是四周之路说明了商业贸易 不再是地区性的事物 而已经成为国际性的事物 在公元七世纪到十五世纪 由伊斯兰教的商人 主导的香料之路 成了另外一个 很重要的国际贸易的通道 到了公元九世纪初 穆斯林商人已经主导了 地中海和印度洋的贸易 之后他们的贸易延伸到 东至印度尼西亚 西至摩尔仁统治的西班牙 伊斯兰教的宗教信仰 也随着他们的商业贸易 被传播到世界很多地方 但是香料的国际贸易 仍然还不能算是全球化的开始 在15到18世纪 大航海时代 科学革命推进了航海技术的发展 地理大发现 为日后的全球化 预备了必不可少的条件 首先地理大发现 拓展了欧洲人的视野 发现了新大陆和新的人群 依靠航海技术的发展 不同的大陆和岛屿建立起了联系 不同地区的族群 在文化贸易之间开始连接起来 欧洲国家的殖民政策 促使了欧洲的商业、文化、科技和信仰 传播到世界很多地方 然后真正意义上的第一波全球化浪潮 是出现在19世纪到20世纪初 在英国第一次工业革命 为轮船和火车等交通技术提供了动力 英国凭借先进的工业技术 迅速扩大了它的国际市场 但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 让全球化进程陷入了暂缓 甚至是停顿 当时战争取代了贸易 破坏取代了建设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 全球化浪潮再一次复苏 并且以迅猛的姿态改变了世界 这就是二战之后的第二波全球化浪潮 在第二波全球化浪潮中 美国取代了英国的领导地位 借助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汽车和飞机等技术 美国引领国际贸易的迅速发展 在美苏冷战时期 国际化是按照政治制度 通过两个轨道来开展的 资本主义阵营和社会主义阵营 各有自己的国际盟友 这两股势力互相角力 一直到苏联解体 敦欧巨变 1995年 世界贸易组织WTO成立 2001年 中国也成为WTO的成员 并且开始成为世界工厂 而第三波全球化浪潮 则是得益于互联网技术的发展 互联网很快地将世界各地的人连接在一起 加速了商业贸易和文化的传播 2019年的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 就提出了全球化4.0的概念 因为第四波全球化浪潮已经开始 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 把中国视为全球化4.0进程当中 一个很重要的角色 并且把数字经济和环境一体 视为第四波全球化浪潮的重要元素 今天的人们 既享受着全球化带来的好处 也面对全球化带来的危机 随着教育的发展 语言的障碍被削弱了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 信息的沟通变得更加方便而快捷 随着商业贸易的国际化 全世界各个地方的人更加彼此依赖 美国的超市里 摆放的商品 大部分都是其他国家制造的 几年前的新冠疫情 导致的供应链的中断 让全世界的人都感受到 原来我们活在同一个地球村 不同国家 不同民族的人彼此依赖 人类命运共同体 这个概念 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 今天 虽然人们没有像巴别塔时代那样 一步一步的走到一起 互联网技术就可以把不同地方的人聚集在一起 今天就算我们足不出户 就可以通过互联网技术 和其他地方的人聚集在一起 虽然今天 不同民族的人仍然生活在不同的地方 这种地理空间上的分散秩序 没有完全消失 但是互联网技术削弱了空间的距离 给人与人带来的阻隔 在巴别塔的时代 人们要走到试拿地的平原 商议如何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 今天人们只要打开电脑 就可以和远方的人一起商议 如何参与并推进全球化进程 但在过去几年 全球化进程也遇到了一点小波折 全球化伤害了美国的蓝领工人 和美国本土的制造业 大量非法移民涌入美国国内 造成美国的社会危机 川普在2016年当选总统之后 主张美国优先的政策 和中国开展贸易战 退出了巴黎气候协定 在美国和墨西哥边境 建墙阻止非法移民的涌入 川普的政策明显和全球化背道而驰 另外在欧洲 英国脱离欧盟的努力 也是逆全球化之势而行 但是英美这两个国家的这一点努力 并没有阻止全球化的大趋势 这只是全球化进程当中的一点小波折 在2020年之后 拜登政府继续顺应全球化的大趋势 取消了川普执政时期的 很多阻止全球化的政策 世界主流的发展趋势 仍然在朝着全球化的方向进展 比如说G7 G20 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等国际平台 都在加强不同国家间的合作和交融 后巴别塔时代的分散秩序被削弱 人类再一次从分散走向联合 今天这种后巴别塔时代的全球化 其实是在努力的消除 上帝设计的后巴别塔时代的分散秩序 让人们从分散走向联合 所以说这是反全球的全球化 那这一种后巴别塔时代的全球化 背后有一种信念和巴别塔精神是一致的 这仍然是以人为本的 为了彰显人的荣耀 追求只有人类幸福的一种乌托邦 这是后巴别塔时代的全球化愿景 在这里我们要先谈一下西方的全球主义和人本主义之间的关系 我们首先看一下人本主义的信仰告白 然后再谈新人本主义和全球化的关系 在1933年第一版的人本主义宣言最后一段话就这样表达 这完全是以人为本的 然后在2003年第三版的人本主义宣言最后一段话这样说 人本主义者关心所有人的幸福 致力于多元化 并尊重他人不同的人本观念 我们致力在一个开放而世俗的社会中 公平享有人权和公民自由 主张参与民主程序是一项公民义务 用安全并可持续的方式保护大自然的完整 多样和美丽是一项全球义务 通过参与到生命的流动 人类有能力向最高理想迈进 我们怀着深信不移的信念 渴望实现这一愿景 对我们的生活和我们所生活的世界的责任 属于我们并唯独属于我们自己 这是人本主义宣言的豪言壮物 只有人没有上帝 人本主义信徒具有全球主义的愿景 他们致力于在全世界实现自由平等的人间乐园 但是这里没有上帝 只有人类的幸福 正如美国人本主义者协会的标语所写的 good without a god 没有上帝的美好 这是人本主义者的愿景 虽然人本主义没有庞大的系统性的教义 但是人本主义的思想深入人心 因为它非常符合人的罪性 人本主义的思想广泛地被实践在 今天这个世界的各个领域 也改变了西方社会的政治和文化 201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出版的 第四个季度的信史杂志 聚焦的主题就是建设新人本主义 和有助于和解的全球化 官方的中文翻译是把人本主义翻译成人文主义 人本主义或者人文主义 这个英语单词也有人把它翻译成是人道主义 但是在这里我们把它翻译成人本主义 因为人本主义可以更直接地说明其属灵本质 而人文主义和人道主义 在中文的语境里带有一种很正面的道德色彩 容易令人混淆 所以我们就用人本主义 而不是用人文主义 其实早在1951年12月13号到20号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就在印度的首都新德里 召开了一个东西方文化与哲学关系研讨会 会议就提出了新人本主义这个概念 与会者对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时期 兴起的传统的人本主义进行了反思 并且根据21世纪的时代背景提出了新人本主义的概念 推崇新人本主义的学者认为 传统的人本主义用人取代神 以人作为万物的尺度 并且注重用理性去探寻人类的共性 但是这些学者认为 两次世界大战造成的人类社会的满目疮痍 还有工业生产造成的对自然环境的破坏 还有目前世界上存在的种种看似不公义的现象 都是传统的人本主义造成的危机 而且传统的人本主义 是在欧洲的文化土壤上发展起来的 在把这种传统的人本主义推广到全世界的时候 总是带有一种欧洲中心主义的思维 显得欧洲白人具有某种文化优越感 这对其他地区和民族的文化显得不公平 所以学者们 包括欧美的学者们 为了体现大爱无疆和谦卑的精神 他们反对欧洲中心主义 主张要包容其他地区不同民族的文化 而不能够以欧洲的文化作为标准 因此 他们注重东西方文化的交流与对话 从而寻找生活在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类的共性 在这种思想背景下 他们提出了新人本主义 并且将这种新人本主义当作全球化的精神支柱 201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出版的第四个季度的信誓杂志 对新人本主义和全球化的关系进行了丰富的阐述 桑杰塞斯就这样描述新人本主义 他写道 经过重新诠释的切实可行的人本主义 应该是这样的 关于人类共性和尊严的道德直觉 不再置于不可靠的人类中心说 或值得怀疑的普遍理性的观念之上 我进一步建议 这样的诠释应是不同文明之间 不同道德角度对话的产物 而不是宣称现代西方的道德观 才是正确的道德观 伊林纳伯克娃在这篇杂志上的社论中写道 尊重文化的多样性 是21世纪的人本主义的核心要素 这是全球化时代的重要组成部分 没有任何一种文化可以垄断世界 任何文化都可以为加强人类的共同价值做出贡献 接下来我们就来评论一下 上述这两段话的思想 两位作者都提到要尊重文化的多样性 这听起来很正确 但是这背后的思想基础是违背圣经的 首先我们承认不同民族的文化都有值得尊重的成分 比如不同民族的人使用不同的语言 这是来源于上帝对巴别塔事件做出的布局 我们应该尊重不同民族的语言 而不是消灭其他民族的语言 有一些民族吃饭用筷子 有一些民族吃饭用叉子 那这种习俗我们也可以彼此尊重 有一些文化的成分 无关道德和信仰 但是除此以外 文化还包含了涉及道德信仰和真理的成分 文化是需要我们去分析和批判的 一个民族的文化当中 哪一些成分是好的 哪一些是不好的 哪一些值得尊重 哪一些需要被改良 这是我们需要去分析的 当我们去分析或批判一种文化 那也就必然需要使用一种超越所有文化的绝对标准 而这一种标准是普世性的 是适用于全人类的权威的标准 这一套标准就是上帝启示的真理 但是今天西方社会推崇的多元文化主义 要求人们尊重文化的多样性 并不是因为他们敬畏上帝 所以尊重上帝设计的后巴别塔时代 文化多样性的秩序 相反 他们是拒绝相信上帝 拒绝接受上帝启示的真理 不接受普世性的道德权威 他们相信相对主义 他们认为没有哪一种文化或者信仰 是普世性的权威 所有民族的文化都有同等的价值 所以不要用你的信念去批判别人 人们应该做的正确的事情 是尊重其他人的文化 包容不同的信仰和生活方式 所以伊利纳伯克娃才会写到 没有任何一种文化可以垄断世界 当他这么说的时候 他也把基督教文明包含在内 基督教文化 上帝启示的道德原则 也不可以垄断全世界 这就是在相对主义的基础上得出的结论 不可否认 西方文明曾经深受基督教信仰的影响 基督教文明曾经在西方社会 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而这些鼓吹新人本主义的学者们 显然已经厌弃了西方文明 更加厌弃西方历史上的基督教文明 当他们批判欧洲中心主义的时候 他们也在批评欧洲历史上 基督教发挥的历史角色 当他们否定西方的道德观的时候 他们也把基督教的道德观念 也一并否定了 所以这些人本主义者 想要塑造的是一种去基督化的文明 他们认为不存在哪一种文明形式 比其他文明形式更加优越 所以包容各种文化才是正确的做法 这种思维支配了他们的全球化愿景 法国法学家米莱尔·德尔玛斯·马提 在《全球化应以人为本》这篇文章中写道 在全球化迅猛发展的时期 利用法律的预想效力 建立一种法律的多元的开放的人本主义 将其运用在各个方面 如持久和平 全球气候变暖 或新的数字技术 和生物医学技术的管理 新人本主义 受到自然主义世界观的影响 对于人类凌驾于大自然之上的 这种姿态感到不满 他们反对以人类为中心 去掠夺自然资源 破坏自然环境 与此同时 他们又主张和东方文化进行交流 而东方哲学中的天人合一的思想 恰恰满足了他们对环境议题的关切 所以他们会觉得 你看东方的哲学多有智慧 博大精深 咱们应该谦卑的来学习嘛 其实圣经提供了 最合乎中道的环境观念 可是这些西方学者 是不愿意回到圣经里去找答案的 因为他们认为基督教文明 是被历史淘汰的旧产品 他们总是带着一种进步主义的思维 相信历史是在朝着进步的方向前进 如果回到基督教 去寻找解决问题的答案 那是在开历史的倒车 他们不愿意做历史的反动派 所以他们表现出进步的姿态 提出貌似进步的理论 构建出新人本主义 新人本主义的思想 本身就是一种全球化的思想 这种思想不再以西方文化为中心 抛弃基督教文明 而尝试在东西方文化的交融互动中 去找到适用于全人类的 全球化的建设方案 这是在尝试消除上帝在巴别塔事件中 用辩论语言的方式制造的文化的差异性 人们希望通过交流沟通 来消除文化的隔阂 构建全人类的大同世界 这是反全球的全球化工程 人类反对上帝设计的全球化的布局 要重新建立人类大联合的全球化 如果说传统的人本主义 是摆脱了神本主义 那么新人本主义 则是人类在摆脱了神本主义之后 通过消除文化的隔阂 而实现的全球性的大融合 这种融合包含了经济的融合 科技的融合 宗教信仰等各方面的融合 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2011年第四个季度的信史杂志上 还有一篇中国学者刘吉写的文章 题目是为了和谐社会 他讲述了中国传统文化 对新人本主义可以做出的贡献 最后他这样写道 添加这些中国文明元素 必将大大丰富新人本主义的内容 历史在飞速前进 建设一个和谐社会 大同世界 这一全人类共同理想 呼唤着新人本主义 当然刘吉使用的是人文主义 我们在这里把它翻译成人本主义 所以说今天西方社会主导的 全球主义的精神内核 是人本主义 虽然今天的全球化 已经不只是西方国家参与的事情 但是从目前具体的实践来看 仍然是由西方国家起到主要的带动作用 所以我们固且还称之为是西方的全球主义 为的是和另外一种具有全球化愿景的 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作为一个对比 但对于基督徒来说 圣经真理是我们信仰的基础 我们的盼望是借着基督的救赎 实现的神的国度 那么今天的西方社会 人本主义则是很多人信仰的基础 全球化的乌托邦 被当成了他们的终极盼望 而实现这一梦想的途径 就是靠着人类自身的努力 并不是所有的西方人都持守这种观念 特别在美国 还有一些持守圣经价值观的保守主义者 他们反对人本主义 反对全球化的乌托邦 他们更愿意保守基督教信仰的传统 那这两股力量 在西方社会 特别在美国 正在互相较励 除了西方的全球主义者 还有一股力量 具有全球化的愿景 那就是马克思主义 或者说是共产主义 中国的官方信仰 是马克思主义 或者说是共产主义 但中国又有非常深远的大一统的传统观念 大一统的思想根深蒂固的烙印在中国传统文化里 为了领土的统一 不惜血流成河 不惜牺牲无数人的生命 这一种大一统的价值观 与共产党宣言当中的国际主义精神 实现了无缝对接 完美结合 传统的大一统思想 主要是关注华夏的版图 但是共产主义的理想 则把大一统的范围拓展到全世界 在巴别塔之后 各个民族依据自己的语言和文化聚集在一起 保留了民族的多样性和地区的自治性 但是大一统的观念 和解放全人类的共产主义理想 方向是一致的 两者都试图消灭民族的多样性 和地区的自治性 也许你会说 我们作为普通的老百姓 我们只是想在自己的家乡过好小日子 我们没有想去统治全世界 的确很多普通老百姓没有这么想 这很好 可是我们不这么想 不代表掌权者不这么想 如果你被摆在权力的巅峰位置 你的视野也不可能只是盯着自己的家乡 而也必然放眼全世界 大街上写的标语 不忘初心 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就来寻找一下共产主义的初心 共产党宣言的结尾部分直言不讳的宣称 共产党人毫不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 他们公开宣布 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 让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发抖吧 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 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 不忘初心 这种初心的另一种隐晦而好听的表达方式 就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全球主义的另外一个说法叫做国际主义 国际主义者写的一首国际歌 就可以让我们体会一下国际主义的精神是什么样的 国际歌的歌词里面写到 英特纳雄奈尔一定要实现 英特纳雄奈尔就是在表达 国际化或者全球化的共产主义政权 歌词里唱到 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 也不靠神乡皇帝 要创造人类幸福的全靠我们自己 是谁创造了人类世界 是我们劳动群众 所以这段歌词反映的是 以人为本的无神论思想 就和我们刚才看到的人本主义宣言 具有同样一个属灵的本质 都是在宣扬 人本主义 只不过共产主义或者 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很激进的人本主义 今天马克思主义2.0版本 就是文化马克思主义 成了西方左派意识形态的 重要组成部分 所以今天西方的左派和东方的马克思主义的左派 他们信仰的底色是相通的 两者的信仰都是人本主义的 两者都喜欢打造大政府 都渴望政府权力的扩张 两者都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幽灵 这两股力量在未来如何角力 或者如何合作 我们还有待观察 但是在谈到全球化趋势的时候 还有另外一股力量我们不能忽略 那就是伊斯兰教 穆斯林相信真主是创造天地万有的主 他们也相信真主将来会对全世界的人实行审判 从这个角度上来说 伊斯兰教也塑造了一种具有全球视野的世界观 而且伊斯兰教正在全世界迅速传播 在历史上 伊斯兰教的传播主要是通过口头宣讲 武力征服 移民迁移和声誉繁衍 那西方左派基于包容和多元化的政治正确的原则 向穆斯林敞开大门 而当穆斯林移民大量的涌入 欧洲和美国 也必然会造成欧美社会的文化冲突 同时西方的全球主义者 又主张开放型的社会 而开放社会 不仅为穆斯林敞开了大门 也为极权专制的共产主义政权的渗透 敞开了大门 而与此同时 东方的共产主义政权 它是相对封闭的 西方的民主思想 很难渗透到东方的专制国家 而专制国家可以渗透到开放的西方国家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 西方左派是在为西方文明自掘坟墓 但是共产主义政权 西方的全球主义 还有伊斯兰教 这三股势力未来如何抗衡 或者如何合作 我们还不知道 但可以肯定的是 这三股力量都是敌对基督教文明的三股力量 在这里我们看到了文明的冲突 我们谈到了基督教文明 补充说明一下 基督教文明是天国的福音 在人世间带来的祝福 基督教文明是上帝制成的光辉 在地上制成的投射 是教会在一个社会里面产生巨大的影响之后 改变社会文化产生的结果 基督教文明是因着福音的广传 和深入的实践而产生 但也会随着一个社会里面 基督徒信仰的衰落而逐渐衰微 但是 不管地上的基督教文明 是兴盛还是衰微 上帝制成 不会因为地上制成的变迁而改变 尽管地上的教会会经历属灵的衰败 但是完美的无形教会 必然永远长存 感谢主直到今天 基督教文明虽然在衰落 但是基督教文明残余的力量 还依稀尚存 尤其在美国 还得以保存 所以今天在美国 还有基督教文明的残余力量 在阻止着它的坠落 但是从目前的状况来看 美国的基督教保守主义者 四面受敌 现状不容乐观 前景令人担忧 祈求上帝唤醒更多的基督徒 能够看清这一场属灵征战 在一种属灵的危机感中 警醒度日 在处理公共事务的时候 可以做出和神心意的决定 可以想象一下 如果美国衰落了 这个世界上还有哪一个力量 可以阻止 极权专制的 共产主义政权的扩张 和伊斯兰国家的扩张 如果美国衰落了 这个世界上 有两个地方的安全 会危在旦夕 这两个地方分别是 受到伊斯兰教 和共产主义政权的威胁 大家可以想得到 是哪两个地方 至于未来会发生什么 我不知道 我也建议大家 不要过度猜想 你看在历史上 曾经厉害了的 罗马帝国 被蛮族入侵 后来蛮族 又被福音改造 在几百年之后的 欧洲土地上 兴起了基督教文明 这是罗马帝国衰亡之前 人们无法预料的事情 今天我们也无法预料 上帝在未来会做什么事情 是不是将来上帝 在某一个民族里面 兴起教会的属灵大复兴 然后改变了这个民族的文化 在人类历史上 再掀起一波基督教文明的复兴 然后主耶稣才会再来呢 我们无法预料 当然也很有可能 未来不再有某一个民族或国家 经历大范围的基督教文明的复兴 然后敌基督的势力 持续不断的做大做强 少数忠心的信徒 受到越来越严重的逼迫 那么主耶稣再来的日子 就真的不远了 但究竟未来会发生什么 除了圣经中明确的预言 其他的内容我们都不知道 也不需要去猜测 能抓住圣经中明确的真理就可以了 也不要把当今时代的某一些人物 或者事例和启示录中的符号对应起来 我们只需要用圣经真理 分辨世界上的林林总总 知道谁敌对基督 谁在迷惑信徒 谁在逼迫教会 不需要对一些奥秘的事情 有过度的猜想 总而言之 我们看到在这个堕落后的世界 人们希望推进的是 反全球的全球化工程 人们继承的是 创世纪第十一章的巴别塔精神 想要把人类的力量集结起来 构建一个属于人类的地上之城 彰显人类的荣耀 这是人本主义的全球化工程 不管它的版本是西方的全球主义 还是东方的共产主义 其本质都是一样的 那么是不是反全球化 就一定是正义的呢 不一定 在过去几十年 在加拿大 美国 韩国 瑞士 法国等国家 出现了反全球化运动 但是参加反全球化运动的人 有着非常多样性的思想 他们的观念分布在很宽广的思想 光谱的范围内 反全球化的人当中 有右派人士 也有左派人士 虽然他们都认为全球化 带来了他们不希望看到的恶果 但是他们的价值观并不一致 比如有一些左派人士 反对全球化 是因为他们认为全球化造成了国家之间的剥削 导致了社会的不公 他们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 去看待全球化造成的人类的贫富差距 他们更关心那些所谓的无产阶级 当他们反对全球化的时候 他们只是尝试用另外一种途径 去实现马克思主义的理想 这是反对全球化的某些左派人士的观念 而有一些右派也反对全球化 但是这些右派则是出于保护主义的思想 他们以保护本国的利益为动机 去反对全球化 所以当我们看到有一些人反对全球化 我们也要分辨他们为什么反对全球化 他们的理由是什么 我们需要回到耶稣基督里 父神的旨意是让圣子耶稣基督来实现一个全球性的救赎计划 我说这是一个全球性的救赎计划 意思不是说全世界每一个人都会得救 我的意思是 耶稣基督要拯救的人 分散在全世界各个不同的族群当中 耶稣成就的救恩是跨民族的 跨国界的 我们就来看一下 基督实现的全球性的救赎计划 从家族谱系来看 耶稣是从犹太人这个族意当中降生的 但是耶稣要拯救的对象不只是犹太人 而是全世界任何一个民族当中信靠他的人 从上帝的主权和拣选的角度来说 上帝要拯救他在创世以前在基督里拣选的人 而上帝不只是在犹太人当中 拣选他要拯救的人 上帝也在其他族意的外邦人中 拣选他要拯救的人 犹太人之所以很特别 是因为上帝要使用这个族意 为耶稣的降生预备条件 上帝使用旧约以色列人 为耶稣的降生来做准备 而耶稣的降生 不只是为了以色列人 也是为了全世界所有他要拯救的人 在旧约圣经里 亚伯拉罕之约就暗示了 上帝借着耶稣实现的救恩 要临到万国万民 创世纪十二章第三节 上帝对亚伯拉罕说 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他 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 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 那地上的万族如何因亚伯拉罕得福呢 就是借着亚伯拉罕的后裔耶稣基督来得慕祝福 当主耶稣降生之后 天使报喜讯说 不要惧怕 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光乎万民的 在路加福音第二章西面说 因为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你的救恩 就是你在万民面前所预备的 是照亮外邦人的光 又是你以民以色列的荣耀 这里都谈到了万国万民 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死 不只是为以色列人当中的信徒赎罪 也是为普天下所有的信徒赎罪 所以福音需要传给万民听 因此当耶稣从死里复活之后 他颁布大使命说 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 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 所以福音使命是一个全球性的使命 在十对行传第一章第八节 主耶稣说 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 你们就必得着能力 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 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 十对行传十三章四十七节 保罗和巴拿巴传道说 因为主曾这样吩咐我们说 我已经立你做外邦人的光 叫你实行的救恩直到地极 所以耶稣基督的救恩计划 是一个全球性的计划 就是基督的救恩会临到不同族群的人 不管他们生活在大陆还是海岛 无论用什么语言 但他们信靠耶稣基督都可以得蒙救恩 就像罗马书三章二十二节所说的 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 并没有分别 所以当主耶稣升天之后 在五旬节圣灵降临 门徒被圣灵充满 就说起别国的话 用各国的方言讲道 那一天有三千人信主 这是记录在《使徒行传》第二章 有人称五旬节圣灵所做的这一件神迹奇事 是逆巴别塔事件 巴别塔事件导致的后果 是人类的语言被变乱了 于是人类无法沟通 也就停止了在地上建立一座城和一座塔的工程 而五旬节圣灵降临 消除了语言差异造成的障碍 让来自不同地方的人都听懂了同一个福音真理 从而借着信靠同一位救主进入上帝的国度 这就标志着新约教会诞生在地上 但是教会不只是以色列人的群体 教会是一个超越民族 超越文化的蒙恩得救的群体 到了《使徒行传》第十章 在哥尼流家里就有外邦人也受了圣灵的喜 在《使徒行传》第十一章 彼得就解释说 圣灵降临在外邦信徒身上 他的意义和圣灵在五旬节降临在犹太信徒的身上的意义是一样的 他们都是领受了圣灵的喜 标志着犹太信徒和外邦信徒都归入教会 就是归入基督的身体 这也就实现了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十三节所说的 我们不拘是犹太人 是犀利尼人 是为奴的 是自主的 都从一位圣灵受洗 成了一个身体 隐喻一位圣灵 所以借着圣灵的工作 外邦信徒和犹太信徒 都连于元首耶稣基督 成为一个身体 同属一个神的国度 这就是耶稣基督 借着他的救赎之功实现的天国 所以在后巴别塔时代的分散秩序当中 耶稣基督的救赎 实现了一个在灵里合一的属灵的国度 从属地的这个国度的层面来看 分散秩序仍然是存在的 这种分散秩序体现在 各个民族依据自己的文化和语言 分散在不同的地理位置 在一定程度上 他们实现的自治和独立 这是地上的国度的一种秩序 是一种分散秩序 上帝没有改变这种格局 而是借着基督拯救 分散在各个地方各个族群当中的信徒 使他们属灵的生命都连于元首耶稣基督 成就了在基督里的合一 这是一种超越语言文化 超越地域空间的属天的国度 那这一个国度是由耶稣基督在做王 是要彰显神的荣耀 那这就是天国 从耶稣基督升天 一直到他第二次降临 天国就处在一个 亦然而未然的状态 天国已然实现了 目前天国是以属灵国度的形式体现的 地上的教会 就如同是天国设立在地上的大使馆 但是天国目前尚未圆满 这是一个亦然而未然的阶段 要等到耶稣基督第二次降临 天国才进入圆满的地步 那这就要谈到末日的更新 也就是一个全球性的终极更新 在耶稣第二次降临之前 这个世界上会有全球性的离经叛道 人类会再一次集体性的反叛上帝 不管你的末世论是前千禧年的末世观 还是无千禧年的末世观 这两种末世观都承认 在基督第二次降临之前 会有大规模的敌基督的势力兴起 抵挡基督的势力会越来越强大 越来越广泛 启示录十三章第六节到第九节说 兽就开口向神说亵渎的话 亵渎神的名并他的账目 以及那些住在天上的 又任凭他与圣徒征战并且得胜 也把权柄赐给他 致服各族各民各方各国 凡住在地上 名字从创始以来没有记在被杀之高扬 生命册上的人都要拜他 凡有耳朵就用他听 然后十四节到十七节说 他因赐给他的权柄 在寿面前能行歧视 能迷惑住在地上的人 又叫众人无论大小贫富 自主的为奴的 都在右手上或在额上 受一个印记 除了那受印记 有了寿命或有寿命数目的 都不得做买卖 教会界有四种解释启示录的方式 过去派认为启示录十三章描写的这一段经文 在第一世纪的初期教会时期已经发生过了 过去派里的一些人认为 这里的狄基督指的就是罗马皇帝尼路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这段经文对现今的我们基本上没有太大的意义 然后历史派认为 这段经文是描写中世纪欧洲的教皇统治西方教会 特别是在宗教改革之后 罗马教廷逼迫持守纯正信仰的基督徒 所以他们认为敌基督应该指的是罗马天主教的势力 那这一种解释具有强烈的宗教改革的历史色彩 用改教时期的改教者和罗马教廷的矛盾 来决定对这段经文的解释 我个人不太接受过去派 也不太接受历史派的解释 我在一定程度上认同将来派 认为这段经文是预言基督再来之前会发生的事情 但是比起将来派 我更倾向于用象征派的方式来解释这段经文 我认为这段经文是象征性的描述了 教会经历的属灵征战 但是究竟什么时间发生这些事情呢 是在整个教会历史时期 启示录十三章的描述不只是发生一次 而是会在不同时期不同地方反复发生很多次 比如说初期教会经历过来自于尼路等罗马皇帝的逼迫 在共产主义革命时期 中国的基督徒也曾受过阳酷的逼迫 今天在朝鲜 基督徒仍然会经历类似的阳酷的逼迫 那么将来 在基督再来之前 也会有一次全球性的大逼迫 那时敌基督会暂时在地上取得胜利 大规模逼迫并残杀基督徒 并且制服各族各民各方各国 很显然 末后的敌基督的势力 是覆盖了全世界所有民族 所有国家的一个全球化的专制政权 末后的敌基督掌控了政治 法律科技和金融系统 所以他可以利用政治权力 掌控司法系统来残杀拒绝敬拜他的基督徒 并且可以控制每一个人的商业贸易 所以我对启示录十三章的理解 是综合了象征派和将来派的解释 如果你不认同这种解读 也没有关系 就算我们抛开启示录十三章不谈 圣经中其他的经文 也有说到 敬前度日的基督徒会受逼迫 而今天整个世界的主流文化 正在抛弃基督教 全球化和世俗主义的洪流 正在加剧教会的属灵征战 所以无论从对圣经的解释来看 还是对现实世界的状况来看 我都无法做一个乐观的后千禧年主义者 但是我也不支持破传论 虽然我相信世界这艘船 有一天会掌控在敌基督的手中 但是在那一天来临之前 我们活在世上的基督徒仍然有责任 按照基督的旨意来治理这个世界 而不是消极的避世 也不是推卸社会责任 因为这个世界是天赋创造的世界 所以对于世界的前景的悲观 反而激励我们更加的警醒 并且鼓励我们积极承担起我们当今的责任 包括社会责任 也包括传福音的责任 并且我们是带着为意受逼迫的心智 以殉道者的精神去忠心的践行主的旨意 但是至于我们的努力 对这个世界会产生多大的影响 结果掌握在上帝的手中 即使我们实践信仰带来的是逼迫 而没有真的改变社会的文化 我们也无法阻止敌基督势力的兴起 我们也不感到意外 我们更不会绝望 因为我们的目的是做上帝忠心的子民 来迎接基督再来之后带来的完美的天国 敌基督在这个世界里的掌权 并不是历史的最后一幕 当敌基督在全世界掌权的时候 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将会再来 粉碎敌基督的政权 实行公义的审判 如果按照前千禧年的末世观 在耶稣基督降临之前 敌基督的政权要被毁灭 撒旦要被捆绑 耶稣要在这个地球上统治一千年 这就是启示录二十章第三节 第四节所说的那一千年的千禧年国度 在那一千年里 基督要亲自在地球上做王掌权 实行完全公义的统治 那是一个全球性的国度 在那一千年结束之后 再有最后的审判 然后有新天新地的降临 神救赎的子民 要在新天新地里 永远与神同在 在那里不会再有罪恶 不会再有背叛和堕落 如果按照五千禧年的末世观 基督第二次降临之后 没有在这个地球上 做王统治一千年的国度 而是直接带来新天新地的降临 直接进入永恒而完美的神的国度 当基督再来的时候 这个世界会有终极的更新 上帝的国度会存到永远 最后我们来看一看当下的处境 我们正处在基督教文明 正在没落的一个时代 全球化的趋势似乎势不可大 但是上帝仍然为自己保留了忠心的子民 所以弟兄姊妹 我们活在一个双城祭的里面 上帝之城和地上之城交织在一起 所以我们首先要认识 这两座城的属灵征战 或者说是两个国度的属灵征战 就借用奥古斯丁提出的双城的说法 在这里我们说地上之城 是世人想要构建的以人为本的国度 目的是彰显人的荣耀 这个国度被罪污染 人们是出于自私的爱和人所定义的爱 而不是去实践上帝的爱 人们盼望的是随心所欲的 享受自由和幸福的乌托邦 但是这是一个海市蜃楼 注定不可能实现 最终人类会梦碎乌托邦 敌基督的政权 的确可以实现全球化 但是当那个全球化的地上之城实现的时候 人们不是享受自由 而是被奴役 这是我们在七十六十三章可以看到的 但是上帝之城是由天国的子民组成的 上帝之城的子民信靠的是基督 他们用来自于上帝的爱彼此相爱 并且爱世人 他们的盼望 不是构建一个人间天堂 而是进入上帝的国度 起书里描写了大巴比伦城 所代表的地上之城最终盼塌了 而上帝之城 新耶路撒冷要从天降临 这是基督徒的盼望 我们是上帝之城的子民 暂时活在地上之城里 我们就处在这个双城计的征战当中 我们除了不要随从地上之城的世俗洪流之外 我们还可以做什么呢 我们还可以利用地上之城的某些条件 来完成上帝之城的使命 虽然今天世界上的人推行全球主义 他们不是为了上帝的荣耀 但是我们作为基督徒 却可以利用全球化制造的条件 来传扬福音 建立教会 就好像在殖民时代的宣教士 他们利用航海技术 把福音传递到偏远的部落和野蛮的民族当中 就好像当年哥伦布也是带着福音的使命感去航海 今天我们也可以想一想 如何利用全球化的条件 来为上帝的国度做一些事情 请不要只是享受全球化带来的现实的好处 奥古斯丁就提出一个观点 就是享有和使用的区别 基督徒的目标 是能够永远的享有上帝之城里的荣耀 为了达到这个目标 我们可以使用地上之城里的一切 我们可以使用地上之城里的逼迫患难 在痛苦中提升我们对上帝的信心 我们也可以使用地上之城里的信仰自由 在没有逼迫的环境里竭力传福音 我们使用地上之城 享有上帝之城 不要弄反了 地上之城不是我们享有的对象 而是我们使用的工具 很多人只是享受全球化带来的便利 比如说出国和海外购物 但是基督徒不要被全球化带来的便利和好处迷惑了双眼 我们要利用全球化的条件来建造上帝之城 我们可以利用出国的便利去海外宣教 可以利用网络技术去传播真理 世人在推行全球化是为了建造地上之城 彰显人的荣耀 而我们使用全球化的条件来拓展上帝之城 彰显上帝的荣耀 另外我们需要遵行上帝的命令 盼望预言的实现 上帝的有一些预言 并不是上帝要求我们奋斗的目标 或者说我们不要把上帝的某些预言 当成了我们奋斗的目标 比如说上帝预言耶稣会被杀 但是上帝没有命令耶稣的门徒出卖或者杀害耶稣 就好像主耶稣说的 人子必要去世 正如经上指着他所写的 但是卖人子的人有祸了 那人不生在世上的好 再比如圣经预言 在末日的时候会有逼迫基督徒的事情发生 但是上帝并没有命令基督徒祈求逼迫 相反 提摩太前书第二章 命令基督徒为执政掌权的祷告 是要祈求基督徒可以敬前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 圣经预言 基督再来之前会有敌基督掌权 但是上帝并没有命令基督徒去帮助敌基督 快速掌权 从而促进耶稣的再来 不要把这些预言当成我们奋斗的目标 很多基督徒分不清这一点 当敌基督的势力兴起的时候 有一些基督徒不为敌基督的罪恶感到忧伤 甚至也不同情被敌基督的势力逼迫的主内的肢体 反而觉得敌基督兴起 这没有什么不好啊 教会受点逼迫 对教会也有益处啊 所以他们站在敌基督的一边 把罪恶当成好事 因为他们的逻辑是 这样做可以让教会得到历练 也可以促进耶稣的再来 他们巴不得教会受到的逼迫更猛烈些 那这就是把上帝要实现的结果 和上帝给我们颁布的命令混为一谈了 提摩泰前书第二章开头说得很清楚了 我们应该祈求的不是逼迫的环境 而是可以敬前端正也平安无事 因为这在神看来是好的 我们不能够做违背上帝命令的事情 来达到成就上帝预言的目的 正如犹大出卖主耶稣 成就了上帝的预言 但是犹大出卖耶稣这件事情是罪恶的 上帝没有命令犹大出卖耶稣 犹大出卖耶稣是出于撒旦的意思 但是上帝可以使用人的罪恶和撒旦的计谋 来成就上帝的预言 但是上帝让我们做什么事情呢 上帝没有让我们犯罪 没有让我们站在敌基督的一边 上帝让我们遵守 他在圣经里给我们颁布的明确的旨意 当然也有一些预言 是要借着基督徒的努力去实现的 比如说在罗马书里 说预先定下的人 又招他们来 所招来的人 又称他们为义 所称为义的人 又叫他们得荣耀 或者可以算作广义上的预言吧 或者更确切的说 是上帝的应许 那这样的一个应许 要得以实现需要基督徒 努力的去传福音 让上帝预定得救的人 借着基督徒传道 而经历福音的大能 从而上帝的这一个应许 可以得以实现 但不是每一个预言 都要成为基督徒追求的目标 预言是上帝要成就的事情 我们需要做的 是上帝命令我们做的事情 遵守上帝制定的道德法则 顺从圣灵的带领 而上帝让万事互相效力 成就他要成就的预言 当我们遵守上帝给我们的命令 我们就不顺从敌基督 敢于指出 撒旦的谎言 来捍卫真道 在我们生活的各个层面 遵守圣经的原则 顺服基督的主权 当我们这么做 我们就是与敌基督为敌 但是 这并不会导致上帝的预言 不能实现 也不会推延耶稣基督的再来 因为上帝已经说了 凡立志敬前度日的 他们都要受逼迫 当我们不顺从敌基督 我们就会受到敌基督的逼迫 而且在未来的某一个时间段 敌基督会暂时的得胜 也就是说 上帝命令我们做的事情 在短期内 可能不会成功 上帝命令我们 不要顺从敌基督 甚至要抵挡撒旦的计谋 但是 在一定时期内 敌基督会暂时得胜 但是上帝也预言了 最终耶稣基督会再来 基督会成功的粉碎敌基督的势力 到那时 我们这些对主忠心 并且被敌基督逼迫的信徒 我们要与基督的得胜有份 我们会得着基督所赐的永恒的荣耀 所以我们的盼望 是耶稣基督的再来 我们的责任是对主忠心 所以我们的成功 就是对主的忠心 无论我们顺服神的命令 是不是能够带来理想的结果 我们都忠心的顺服神 这种对主的忠心 就是我们的成功 最后我们不需要恐惧 也不要陷入胡思乱想的猜测 启示录把末日的事情告诉我们 目的不是为了满足我们的好奇心 也不是为了吓唬我们 而是为了让我们警醒预备 预备自己迎接基督的再来 敌基督的兴起和得胜是暂时的 当敌基督建立这个全球化政权的时候 那也就是耶稣基督再次降临 灭掉敌基督实行公义审判的时候 当基督再次降临 信徒身体得赎 进入神的荣耀 所以我们应该警醒度日 满怀盼望 免得自己被世界迷惑 不要把敌基督当成了我们敬拜的对象 不要盲目的随从世俗的潮流 不要盲目的与时俱进 因为与时俱进就是与时代同归于尽 进步主义者所宣称的进步 其实不是进步而是沉沦 历史的车轮不总是朝着正义的方向滚动 基督再来之前 历史的车轮是在朝着背离上帝的方向滚动 历史的车轮正在朝着上帝的审判 和地狱的烈火陌路狂奔 所以基督徒需要有清醒的历史观 在基督再来之前 当我们还活在世上的时候 不要做时代的陪葬品 而是要清醒而坚定的在这个时代做一个逆行者 持守上帝启示的真理 敬拜独一真神 拒绝敬拜任何偶像 当我们这样做 我们就必然与时代的方向背道而驰 我们会被世人认为是历史进步的绊脚石 我们会被历史的车轮碾碎 我们就好像是旁臂当车 我们的殉道 无法阻止历史的车轮滚向末日的审判和灭亡的结局 但是当历史走到终点 也是基督再来要奖赏他忠心信徒的时候 到那个时候 忠心的信徒要进入神荣耀而完美的国度 所以我们不惧怕为义受逼迫 因为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 天国是他们的 有一条路 人以为正 至终却成为死亡之路 但是主耶稣呼召我们说 你们要进窄门 因为引到灭亡 那门是宽的 路是大的 进去的人也多 引到永生 那门是窄的 路是小的 找着的人也少 让我们走这条小路 进这个窄门 最后我想请每一位 你思考一下 你属于哪个国度 这个问题的答案 决定了你在永恒里的归属 天堂或者地狱 永生或者沉沦 你是在被地上支撑的繁华所吸引 还是被上帝制成的荣耀 所吸引 为自己的灵魂 认真地思考这个问题 请记得 那位真正的救主 耶稣基督 他也是唯一的救主 他已经铺就了一条 通往荣耀的道路 那是一条 叫人不致灭亡 反得永生的路 如果你在随从敌基督 如果你在拜偶像 或者你还没有重生的确据 我邀请你 为你的灵魂的益处 也为了上帝的荣耀 来专心地信靠 耶稣基督 敬拜这位造天地的独一真神